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在网路上会常现的一种情况 就是叫做自以为是的网友 其实在网路上 因为 利民的一个原因 所以大家通常都比较会怎样 大胆 而不会像平常的时候一样 各位 我看过太多了 客人的状况 跟时机面对面的时候 各位那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也就是说在网路上的时候 因为匿名 他就可以比较大胆一点 就觉得他不太一样 可是实际上要碰到的时候 那简直 跟网路上是两回事 所以就会产生 我们都知道网路是一个很混乱的一种世界 网路 虚虚 实实的 很多人 就会出现像这一种自以为是的 因为在网路世界没有人可以管的 大家都说 反正也没有人看到我 所以他就会比较大胆一点 在这一种情况下的时候 像有很多网友看了我的影片以后 各位他会来问一些问题 其实我对于这些问题 我一概都不会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这一些网友他只是用看的 他们都用看的在学习 可是他都不是用动手 就是实际批命 问他批几个人 每次就是变乌鸦、一一啊啊的 都没有 都没有在批命 所以他都用问的 用问的就是用想的而已 所以当有一些网友 我在看他问问题的时候 当然有些人会比较热心的回应他 他的答案确实也是对的 可是网友就会说 不是这样子 各位 怎么会这样呢 你明明不会问人家 人家在跟你讲的是正确的答案的时候 你还在那边直移动 然后还还在那边提出你认为的东西 各位 很奇怪 不懂的人反而态度非常非常的嚣张 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种的 我就一定把他疯掉 我才不想讲他 为什么 因为 其实你要了解一件事 很多的网络的一种特质 很奇怪哦 他就是 像我们在拍影片的 他认为 你拍影片 所以你有义务要帮我 各位 拍影片的人好像变成sayhan 然后看你影片的人 他认为他是施舍给你的 他看你影片嘛 好像不对 怎么会这样呢 对不对 所以有一些我的学生在拍影片 他说老师怎么会这样 我就说你把角色扮演错误了 来不了解 来者不是客 来不了解 不用对他们太客气 有很多的 他就是单纯的 就是要你机命而已 对不对 人家讲的大陆上讲的 他只是想白嫖而已 白嫖嘛 免费算命嘛 他不想付出什么 嫖完以后 还特别特别的嚣张 为什么 他认为你应该的 所以 各位 这就是一种网络的一种特色 像我在之前 还没有正式在职业的时候 我比较乐于跟人家在讨论八字 就有一个人 他就说 我是命理师 我想要跟你讨论八字 当然有人要跟我讨论 ok 对不对 乐于嘛 结果他就拿了一个八字来 一个女生的八字 然后我就分析给他听 结果我问他 你怎么看法 结果他就说 不愧是大师 然后他看法就是这么精湛 我问你有什么看法 你在虚应我 你不是命理师吗 结果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分析 当下我就很不高兴 结果 过没多久 他又来了 哎 要跟你讨论八字 我跟他讲我没有在批八字 他说怎么没有在批八字 不是命理师吗 我说批命是要付费的 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本身也是命理师 你就自己看就好了 不然就付费 对方就不要了 各位 他认为你应该的 谁在应该的 谁在应该的 那个我们身为一个命理师 我简单的讲 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 你有问题 为什么你还会变得很 自大呢 你的变得态度会嚣张 他们好像命理师都小喊 各位 不对吧 不对吧 所以 来讲 学生你要了解 客人来找你的时候 他有问题 不是你 不是我有问题 那我干嘛还听你的话 我干什么 你还认为说我一定要听你的 没有啊 只有你听我的 只有你听我的 你想变好吗 你听我的 不想变好 听你自己的 就这样子 你想变好就听我的 你不想变好就听你自己 我也不在乎 为什么 你不想听我的 很抱歉 我也不想收你 你去找人批 我干什么还要理你 收了你一个 我也不会变有钱 没有收你 我也不会饿死 对不对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怎样 我们必须要站的一个态度 就算你是没有收钱的 你是真的想要帮助人的 也不是来者是客 你也要挑选一下 有一些根本就ok 对不对 你要挑选一下 甚至要跟他讲 什么时间到哪里我帮你批 假如他只是说不要啦 就在网路上批 现在批 你就不要理他嘛 为什么 那个是你的主场嘛 你要到你的主场 什么叫主场 我最熟悉的 作业时间 我最熟悉的地点 那我就可以发挥出 最准确的批命 同样的 我是一个职业的 很简单 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讲 你愿意付费来这样子 基本上命理事就赢了 你愿意付费 为什么 付费的 这是我花钱的 我总是会比较专心一点听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所以 不要在那边讲说 老师我要跟你讨论什么 我也知道你要跟我讨论什么 就讨论你的八字 你要跟我讨论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不然就是讨论你关心的女人 男人的八字 难道你会 你会跟我讨论路人甲的八字吗 对不对 不可能的事嘛 所以 这个 就是 在网路上他们的一个特质 网友也是一样 看了影片以后 他们 就有自己的莫名其妙的想法 他们会自己 创造理论 因为都是什么 自认为的 他们自认为的 所以 像 为什么这八字没有地支的这些和 人家都跟他讲 因为格柱不和 不对 根本就不是这样 他 来讲他有里面有很多啊 什么 其他都有和的 哇 各位啊 他自认为的啊 所以呢 别人跟他讲正确的答案 他是 他是不会理的哦 还自己在那边 自编自导 像这一种的 会跟他讲 你就别学八字了 老婆姐 老婆姐 你假如认为的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都还会跟人家反驳 那你假如这样的话 你应该会批八字啊 你还在问我八字干嘛 所以我不会在网路上 回答任何有关于批命的这一种东西 为什么 基本概念都没有 基础都没有 你以为啊 你学了哪一派 你是那个大师 你就看得懂五行派啊 我东西没讲的时候 都不会啦 就算你学了20年 你那个五行派都是自认为的而已啊 拿出去用 五成的准确度而已啦 用猜的没两样 为什么 自认为的嘛 很多人呢 甚至连去批命都没有 还不知道自己 懂或不懂 网路上多少这种人 去学了八字以后 从头到尾有没有在批八字 没有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些东西是对的 他所学的东西里面 对的错的在 他都不知道 他就认为他都是100分 所以 他就可以侃侃而谈 八字理论什么 直丑阴茅 然后这个直五毛有事 正为赐桃花 你八字里面的这些 然后讲的很多 可是实际上他没验证过 他没有 他没验证过 可是他也可以讲个头头是道 讲理论嘛 谁不会 讲道理嘛 谁不会 来啊 批命 就不一样了 不要说跟我一样 只不过随便拿一个人来批 没了 就没有那种本事 为什么会这样 批命 马上见 真假 各位批命马上见真假 所以各位 会讲 跟 真的会批是两回事 你们看到打篮球的时候旁边都有一个球瓶 哇 你看三分球多准 三分球要怎么投怎样的 哇 球瓶讲了一 一口好球 叫他实际上场打 被人家打的 乱七八糕的 为什么 会 跟懂 是两回事 也就是说大家全部都停留在懂 我懂 可是你懂 对啊 你会讲啊 来 叫你做 简直是一塌糊塗 所以为什么我都要叫学生 你给我实际动手做 你不要在那边用胡思乱想的 只要实际动手做了学生 他就会笑了 为什么他会笑 我以前问老师什么白痴问题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对啊 那学生都会这样子 看妈我那时候真的妈跟个白痴一样 问老师什么白痴问题 难怪老师会说 那他妈的你不要用自己想的好不好 问题啊 碰到再说嘛 对不对 你实际去批命碰到问题 你不会的赶快来问嘛 你不要在那边自己看影片 自己在那边想问题 胡思乱想 对 等到学生真的会批命的时候 他就知道根本就是 鬼扯的 鬼扯的问题 所以有我们有碰到过这一种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要是跟各位讲 要实际动手 你才会自己真正知道 你会不会 不要老是停留在自认为 所以为什么网路的一个生态 会有键盘侠这一些的东西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人看得到 他们的态度可以拉很高 可是很抱歉 算命 他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什么叫很现实的问题 你就是有问题来找我的 怎么可能你的态度会比我高呢 我也不可能让你爬到头上去 因为我很懂八字 我很懂命理 我知道你是衰运 我听一个衰运的人干嘛 我要变衰吗 我有运你不听我的 你继续衰 我就是这样子跟你讲 我有运你不听我的继续衰 运会传染的 你衰运我干嘛听你的 所以学生你们也要了解 客人找你 本身客人就应该处于弱势 怎么搞到最后 你反而会被客人牵着鼻子走呢 各位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假如没办法克服这一种情况的时候 你只会越批越失落 到最后只会得到一句话 哎呀 我对所有人都这么好 可是呢 为什么 大家不认同 正常 我常有讲过 食对 食众恶 食拆 食拆恶众 真神算 食拆 酒众 真神棍 各位啊 食提让你恶众叫做真神算 食拆 酒众叫做 真神棍 怎么差这么多呢 各位 这才两成命众律 这九成命众律竟然被人家讲 神棍 各位 这就是我常讲的 主克地位 你不能够 掌握 当你掌握了 就算你是 胡说八道的 人家都把你当作是 神算 你呢 无法掌握这个主克地位的时候 就算你的命众律高达九成以上 只要有一题 最 就是 不对 很抱歉 你就省过 多少 人 就是这样 所以 这边叫做主动权在命理师身上 这边的主动权当然就在客人身上 所以各位 要如何把主动权抓回来 看各位 但是 很简单 我只给你一个概念 只有 你听我的 没有 我听客人 就这样子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